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正中文 劉榮申 附他話 好 第三節回來 經我們不斷吊文俊當的 說回一些藍天的東西 大家如果有留意台灣的時事節目 最近趙肖康的節目 趙肖戰成室找了OPA去做專訪 我聽不到這個人 那也是一個焦點人物 焦點鋼馬王 趙肖康問他 你覺不懂阿扁真的裝病 OPA就說 我也是覺得他整天扮著手指 應該裝病 他像魚牙牙一樣 即是OPA說話鬼識泥 鬼識泥 誰知這個訪問一出家 他很麻煩 就因為發覺 錄影尤其是阿扁的支持 X你 到現在 阿扁 阿扁 阿扁啊 我頂你 我當初找你給我看病 你證實我真的有病 反過來說我裝病 你知是怎樣 不是電檔 所以他道歉又怪怪雞 他不是親自讀 他叫做陳景俊南下 高雄 跟阿扁說 不好意思 又不知說什麼 就是我亂講 大人鬥大量就 阿扁就叫陳景俊這位哥哥 說幾句 給OPA跟他講 記住 不真就是真 沉住氣 你應該還有機會發威 阿扁說 你是不是看得多雍正 不真就是真 不真是真 要斬了 其實整件事是想著怎樣的 老實說 阿扁這家 他推的策略 其實跟剛才我們說過的策略 總之 淺藍和淺綠都想妥好 這樣就確保到他 二零一幾 二零一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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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選戰 應該會OK 因為現在台灣出現了兩個問題 都 第一 他們認為民進黨就不行 第二 認為國民黨更加不行 因為他們認為國民黨難到頭 所以又不想選擇 他們認為應該要繼續找些第三力量去執政 即是好像他們那些網路述語 垃圾不分藍綠 不斷的 所以你如果真的這樣發展下去的話 其實OPA 在台灣你經常都說 即是你經常都會罵藍綠都不好 這樣 但最終結果投票 最終結果投票 最終結果投票 是歸邊的 通常罵藍綠都不好那些 通常罵藍綠都不好那些 投票的時候會投給六 是的 這些垃圾人就是投給六 是的 其實是這樣的 他故意拘捕你下水 拘捕你兩個都不好 然後他自己就投給六 他根本就是淺綠 他本身是很綠 然後呢 當綠執政的時候 特別是藍綠都不好 綠執政的時候 就是藍綠都不好 藍執政的時候 就說藍 然後呢 投票的時候 他也是投給六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台灣不是沒有中間選民 其實是有的 其實是有的 但是 但是 多不多 在理智裡面 其實就不多 不是那句 他是看選前的一個月 突然間有些什麼 好像 上次國旗的子餘事件 啊 很生氣啊 我要趕到國民到台 他們就投了 其實他們是不顧後果的 你應該這樣說 是會激發了一些責任出來投票 但是不會改變到賺投什麼票 那倒是 最少 戴黑也是這樣 戴黑也是這樣 其實是整個台灣的政治生態就是這樣 但是 其實是 在普遍來說 年輕人方面 他是想喜歡 第三 即時代力 也不知道 當時代力量 是 當時代力量 或者柯文哲 這些中間派 就是後面 被人感覺是沒有什麼官商勾結 那些 就是 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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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略這樣說 草略這樣說 其實就沒有什麼可能的 你OP是不是真的掃人 今時今日執政了三年 你都瘋了 OP一點都不掃人 我想跟你說 就是 那些謀略比你更厲害 不要說謀略 不要說謀略 說真的 其實你 我講一件事 辦事能力 其實柯文哲的辦事能力 你是可以看得到 他不知是做什麼 看了什麼 他雖然是一個 他其實 執政了一堆 是很厲害的 他好像 那個大學生運動會 蕭大雲 蕭大雲 郭隆斌 亦都這樣說 大家一直都是 看著台北 是會壞的 這件事 想不到會好 在這個裏面 他拿分其實拿得很厲害 但是 你所有事情 歸功了他 我覺得OK的 其實不可以說 完全不關他事 不關他 始終他也是去執行 那我們為什麼講了OP 因為 很老實的 南營那邊 起碼 有兩個人 都表態了 他說是想2018 上選台北戰的市長 第一個 近來的政論節目 就突然消失了 就因為他平行表 但是那個女生叫 都不是女生 那個女人 應該叫 鄭麗文 是不是有照片 鄭麗文 有 第二幅 麻煩你 第三次見到第二幅照片 這個 這個漂亮 如果你看習慣台灣的政論節目 對這個樣子 是不陌生的 很熟 很熟 但是我忘記叫什麼名字 其實他是脫離了 趙少康的節目 不是很久 一個禮拜 鬆一點 一兩個禮拜 因為他已經明確 宣佈了參選 老實說 鄭麗文 有沒有那些政府經驗 當然有 也做過 北分區立委 也都在 沒有記錄 應該在一二至一四年度 做過行政院發言人 即是那段 即是馬正府 沒錯 做過行政院發言人 他的資歷其實是高的 高的 還有大學是讀 Cambridge 劍橋 所以其實他 有一些 台灣 台北有一些 原本是比較支持丁壽忠的人 都現在都 都想支持他 都想支持他 因為他其實他本身 他的經歷是 比較好 比較好 而很多人認為 他的樣子比較 在傳媒上那麼 這麼久 令到人覺得 對他的印象 接受到 一眼就已經認出他 即是變成宣傳方面 其實他已經是很大的優勢 二來他年輕一點 你跟丁壽忠比他 是不是年輕很多 當然 所以 即是已經有些說話 就是說 有些人想說 叫丁壽忠你讓怒 第二個就是丁壽忠 都是明國表態所說想 不好意思你繼續 可以鄭賴民先 繼續去選 做了第三個人 就是剛才我們說過 蔣萬康 蔣萬康先說的名字 他沒有正式表過 但是說是去選的 不過問題是 蔣萬康有些記者問他 蔣萬康你去選不選 台北市市長 不排除任何可能性 這些說話 這個說話 其實真的不能猜猜 你又說持開放態度 他回答一些不肯定的事情 你看看 蔡主委就是這樣回答的 明白嗎 但其實 他真的是這樣的 你沒理由講實的 因為他政治人物 就算他現在是沒有這樣的興趣 他不能說一句說 我不參選 再見 因為如果他真的有參選的時候 你之前的說話就是騙人 沒錯 如果他現在說 我參選 我會有興趣 但是到時候 你上不了國民黨 不支持你 或者不讓你去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這樣 那怎麼辦呢 到時候你又下不了台 其實這件事情就是 變成說 其實 你不可能 他怎樣去看蔡萬安這段說話 去猜測他究竟出院 蔡萬安沒有記錯 他爸爸就是蔡校園 就是蔡家 另外一個分支 也是那句 他那個 叫做 歷史背景太重了 太重了 如果他來代表 你又變成 好像又是 又是在玩那個 老舊的年代 有些人不喜歡 最少就是他太年輕 是啊 沒錯 可能真的 可能會等到一屆 給我的 我的意思 可能會等到一屆 就說不要給這位小朋友 去打殘備戰爭 那這句 鄭麗文這句說話 其實他 我也聽過 一些黨裡面 有些人說 就是說 跟鄭麗文這句說話是類似的 類似的 但是他們 剛才我回應 剛才你所說 說 他的蔣家背景 會怕這個背景不好 但是 但是問題就是說 蔣家背景 你看上去不好 但是蔣萬安 能不能夠 將蔣家背景 變成優勢呢 那當然 你不知道 他可以下次變成 蔣家背景是一個優勢 如果我們太負面 看蔣家背景 當然是一個負面的背景 但是如果能夠 將他變成優勢 或者切割是不可能 蔣萬安自己說過 切割是不可能的 切割是不適合 切割就不適合 切割就不適合 就好像民進黨 說自己的組織不適合 你老爸要去 人家的房子變成貴 當初 既然是這樣的話 就能不能夠將蔣家背景 變成一種優勢呢 我相信這個年輕人是做得到的 你也好看好他 我看好他的 其實他的影像是很健康的 我覺得 你就這樣看有清新 還有他做的事 你看到他都幾十個 不就是王國昌去拍照 還有 你找王文章 你先坐下 他第一次參選 選藍衛選上了 其實那個運氣都幾好 但問題是台灣政治就很有趣 有時候選輸一場 對你的影響很大 選贏一場當然就沒問題 但選輸一場 好像宋楚瑜那些 女敗女戰 那些萬劫不服 也不知道叫他欣賞他好 還是叫他快點死好 原來那些 我說沒有 他有個人的權利責任 但其實作為一個 如果是有政治魅力的身受 其實就要好好看著自己政治前途 那上面的安排 如果上面是有心去栽培和安排他的話 其實可以一步一步的來 其實是不會 是一條好的路 你以為他先挺多一會 不要那麼急 我覺得 他未是十拿九溫 可以拿到台北市市長這個位的時候 不如的話 是用自己的魅力 透過去去助選 去增加自己的聲亡 其實是在銷售自己 但這個銷售自己的時候 同時間你是在幫某 將會推出的國民黨候選人 也有蔣萬安的照耀 也有這個候選人幫到手 這個候選人又照他回頭 這個變成他再去打其他的 以後幾場以後的選舉 其實對他來說都是有利的 因為其實他那個叫歷史包袱 和歷史有光環 這個光環看看他用得好不好 因為他知道如果他 他直接上大位 有時候可能會令到光環有包袱 如果他是招人 他覺得這個蔣家也行 跟京國先生差不多 可能是真的會轉變到這件事 我覺得也是對的 即是好像連勝文 他是不是一個 這麼流的粉彈呢 其實他就不是 其實這個很可憐 他絕對是一個有才 那一個滾開了他是真的 是能幹的人 問題是說當時的人 是拿了一個叫做前櫃這個原罪給他 那大家就叫做連戰 但是他有了這個前櫃的這個原罪 他沒有把這個原罪變成他的優點 他真的拿出來變成 被人拿出來做了他的負面 但是他不斷 拿這個負面不斷影響著他 但是他不懂得扭轉他 沒有扭轉他 難了最後結果變成了一個不惜的家人 我記得上一屆台北市選舉的時候 我們是去過連勝文的選總部 那時候就有 我們去參訪 那時候他們的人就說 連勝文是一個好孩子 怎樣怎樣怎樣 那時候我都知道 那時候我跟他們說 我很相信你說連勝文是一個好孩子 我相信 我相信 我相信你 你怎樣令到 令到所有的台北市市民相信你 是怎樣令到所有的台北市市民相信你 即是很可惜 然後 你被人說是前櫃這個原罪的時候 連勝文都不斷就是拍了一些 即是那些片其實是很 那些更加被人 那些被人恥笑了一個權貴的一天 有一段是說台北市民平凡的一天 但問題是你一個早餐就已經吃了別人 這個問題是連勝文是沒有去把握到這個 這個 這個 他自己 將這個 這個劣勢變成優勢 這個前衛 所以就說 你蔣馬安他都有這個 這個包袱在那裡 但我感覺到 這個他的包袱 他會有 這個聰明仔 他有辦法去將他 變成了他自己的優勢 或者是變成 將這個 這個 這個傷害減少 那他的能力應該高一點 掌馬我應該也有 他 因為 因為始終掌 因為他很孩子的 因為掌家始終 大家讀的歷史 不是那些打虎大貴的家作 應該相對好一點 那不關事的 我不信血統的 他又不是在養馬 大哥 你哪個的潮流 是不是 又不是養馬 但你選馬不是這樣看的 我不是說血報馬 不是看血統的 不是跑馬 不然你連勝文叫馬 那麼PK 除了他那一隻蛇 你別說了 他爸爸 因為他爸爸 不是 我在黨代表大會 就見過他連勝文 我不單止對這個人改觀 我只喜歡他 這個人是一個很 首先連勝文 大家如果能 我們香港人 如果見到連勝文 不用跟他講國語 你可以用我們正常的 廣東話來聊天 因為他在香港住了九年 他住在香港做過的事 他正是香港公司 香港住了九年 優柔卡 他就是看見我們香港八達 這樣帶回去 他是非常之 好廣東話的 那個人也是非常之友善 非常之nice 可以這樣說 沒有架子 這三個字 可以放在他身上 你跟他說什麼都行 甚至你 好話沒聽 有些語氣不太好 只是指責 指責他 他其實是受樂 這個人是沒有什麼 你不覺得他很 如果權貴這件事 放在他身上 除非我真的知道他家裡很有錢 還有IFC 有寫字頭之外 其實他真的是一個很 不像權貴的人 沒有權貴的人 真的很慘 有時候說真的 庫陰這件事 可以告訴你 是包袱 老婆也好 其實庫陰 其實庫陰 這個背景永遠是好的 但問題是說 他所有好的背景 給他到連勝民身上 都變成了 不知道為什麼在選舉裡面 都變成了 所有他的包袱 所有他的負面消息 一個沉重的負擔 真的很慘 其實我曾經都建議過 連三不如你不要選台北市市長 你選台北市市議會 由基層這樣做兩屆 但可惜告訴你 他的嬰兒都在做台北市市議員 你說他做大哥的 怎麼可以做台北市市議會 真是慘 這個真是可憐 這個藍營怎麼進去 那些人都是非奇人 另外就是說 朱立倫 沒有說過泰王 又是非奇人 你不要再數了 我哭 顧問論就是說 那個換處 應該我也不說 沒有說過那些換處 朱立倫 做了這個選了這個 選了這個上一屆選總統 輸了 其實他整個叫做 正途的運 一下子可以這樣說 現在不知道什麼時候 或者有沒有機會 背指有沒有機會 彈起來 可以彈起來 但是 所以 所以 國民黨還剩下 有幾多個可以有明星級 一點的人 現在來講 好像沒有什麼 只有蔣萬安 但蔣萬安其實未用得字 原本其實朱立倫是一個明星級 由馬英九 馬英九由台北市市長 已經畫一個很好的先生 一個光芒的形象 然後到另一個光芒下去就是朱立倫 朱立倫就 在上個鑊就玩死了 現在剩下來的 好話不好聽 最珍貴剩下來的那個頂點就是蔣萬安 那如果你真的拿台北市來玩死他 那就真是好錯 那你再下一屆總統 究竟你要找誰出來 不要說 不要說 再下一屆總統 你穿國民黨推什麼人出來 好老實說 台北或者台灣很喜歡開盤口 對呀 跟英國路差不多 跟這幾個有類似表態 有沒有盤口開了出來 當然有 賭錢加野 所有華人都喜歡的 其實就不是賭錢的 他就說我們是一個政見交易 我們對未來的事件都取代 未來的事件都取代 政見交易所 有什麼分析說的 所有的記憶都說了 你喜歡上網查 就應該成功 但我現在一說都是地下賭盤 因為沒可能 你怎樣都是買非製港 首先一件事 我們要告訴別人 他的準程度有多高 其實拿回我們之前的數據 拿回之前的數據 其實真的大概 你真的到股票分析這樣看 不是的 真的很準 因為其實 我突然財經透視 他那個財經分析 起碼都會 不差是上下10% 即是好像以前 講這個總統選舉 或者南位選舉 他是預測到國民黨 拿到的值 很準的 任何台灣的民調 都是有水分 而且是不準的 但是這個交易所 他把所有的民調綜合 他真的完全很公道 因為他要用來做賭盤 你又不可以說到什麼 可以說一下 如果說應該很嚴重 藍營就不用點贊了 因為現在那個盤口 就是 開了電話 簡直是 都不是100% 99% 是 柯文哲有機會 即是連任 不是連任 不是 講 誰會參選 柯文哲一定會參選 另外 有機會出來選 如果選的 蔣萬安 40% 都多 是啊 有機會出來選 到朱立倫 35% 其實剛才你們說的 那些人 都是沒有的 都是沒有的 現在還是跟 可能的候選 方式就是這樣 丁守中 丁守中 都會有 25% 這麼少嗎 是很少的 因為其實他被人悶了很多次 所以他這次 大家都不覺得 他會有機會出來選 即是選到都是黑 說真的 現在這一刻 除了 蔣萬安 即是說 出來選 都猜了 所有人 只有蔣萬安的民調 輕輕輸給柯文哲 就12% 其他的那些 就不要看 暫時就不要看 其他那些 如果這個民調 是由 某些組織去做 不是有 因為我很相信 這個叫做 未來事件的交易所 不要開名字 不要開名字 任人都知道 這個意思 我很相信這個交易所 它裡面的東西 是非常中立的 但如果 所以他 剛才說出來 蔣萬安有40% 那些東西 我不懷疑 但如果是由其他的媒體去做的 分析 或者 那我就很懷疑 因為其實 問題是說 其實 你問問 民進黨最想哪一個出來 民進黨 現在這一刻 最有機會出來 那個叫做 最想對面 最想對面 最想國民黨出哪一個 最想國民黨出哪一個 當然是蔣萬安 我覺得 現在一定是想蔣萬安出來 因為他想打死他 是啊 想他拉他出來打 你現在排一排 人打不到他 你拉他出來 慢慢打死他 可以 因為你沒有其他的方法 是搞一場選舉出來 要拉他上台 打打打打 是啊 實際會這樣 他想打殘他 因為他這個 是不是日之星來的 是啊 如果他死了就KO了 變了 現在整個事情 哇 你都幾厲害 因為柯文哲的氣勢太高了 現在就算加了所有東西 加上 除非 有這個綠營的人 會出來選 否則 柯文哲其實都可以打定招牌 不是 不是 我們再研究另一個層面 就是說 如果綠營要找人出來 或者找了人出來 柯文哲會不會讓步 一定不會 暫時看不到 其實整件事是說了很久 他現在為什麼有這個預測 是99%呢 因為就算綠營出來 他也是不會讓步的 就算是攬炒 他也會計算出來 是 他也是這樣 完全是這樣 所以其實是你講 綠營派給人 已經是沒有任何的重點 你看看你綠營派給人出來 派人出來戒票 報復那些戰之仇 覺得柯文哲經常在搖 有樣樣很討厭 那可能會 否則的話 就一定出 柯文哲一定會出來 但是現在綠營都沒有什麼 哪個萬象 有些桌不是 他現在最大的 唯一一個 說跳出來選的人 就是姚文哲 但是他 這個 聲望很低 聲望不是低 沒有 我覺得是丁守中 比他更好 其實都沒有機會 大家都知道的 綠營這個 中立化首刀的計劃 是他們提出來的 他也想繼續保持這個 令到國民黨不回這個位置 因為這個位置永遠都是藍大於綠的 但是因為國民黨為什麼 這麼看著台北市呢 就是因為台北市的贏與輸 是會一個很大的 對國民黨未來的總統選舉 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所以這個必勝就要放在台北市那裡 所以到現在 今時今日 其實很難 台北市還未能夠定到哪一個出來 其實雖然說太早 但是我覺得不早 不早了 要選就差不多了 其實很多其他下面那些 比如說這些 有些人已經放風哪一個 但都未肯定 未肯出來 所以整件事 如果你說點章 就只有朱立倫 加丁守中這三個人 永遠只剩下這三個人 所以我只能夠 我只能夠希望 國民黨在這一次裡面 就真是痛定思痛 就把這個點章這次的方法 是用一個真是符合民意 必勝的態度 就不要再壞 就是 他是某某人 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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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玩這個 秘密派對 希望他不要這樣 就 什麼事 都應該有機會拿回來 那也要等主席在台北回來 才有定案 那好吧 好 應該兩個月後我們再見 好 拜拜